各国采取一系列包括封城等的限制措施,为免新扩散,令经济活动煞停,黄金的消费需求亦因此下降。世界黄金协会最新报告指出,黄金在中国的珠宝首饰,需求方面大幅减少了65%,为有纪录以来最大跌幅。全球首季在这方面,需求亦按年大跌39%至325.8吨的纪录新低。 然而,全球经济受到严重打击,仍未受控,黄金的投资需求大增。黄金ETF在今年首季急增298吨至3185吨历史高位。金条及金币需求则按年,减少6%至241.6吨。当中金条需求减少19%至150.4吨。但金币需求则增加36%至76.9吨。 另一方面,环球央行亦在首季正购买了145吨金。按年下跌8%。整体上令首季黄金需求。按年微升1%至1083.8吨。 上半年经济细收缩。目前欧美国家仍然深陷困境。即使开始逐步复工。今年首两季GDP大幅收缩已成定局。 美国首季GDP初值按年收缩4.8吨。最近公布的4月份失业率升至14.7吨。非农业职位减少2050万。 亚特兰大联邦联被银行预测。第二季GDP将会大幅收缩34.9吨。 欧盟统计局侧预测。今年欧元区GDP将会收缩7.7吨。 日本央行预期日本2020年。财政年度GDP收缩3%至5%。中国首季GDP按年亦大幅收缩6.8吨。 且暂时不制定增长目标。然而,这些主要经济体预测明年将会恢复增长。另外经过首两季经济收缩后。 全球经济预计在第三季回稳。故不排除金价在上半年突破4月份高位1747.85美元。 但若中美第二阶段贸易谈判进展不理想。再加上美国11月总统大选。结果的不确定性。金价强势有机会延续至今年底。